有竞争的地方就会有生存法则和矿泽演艺圈 大家好,我是Colin 最近有很多的好朋友给我发来私信 希望我和大家聊一聊蔡许昆这次演唱会的舞台 以及她发表的一些新歌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过了很多天我都没有做 不是我不想和大家聊 我是觉得大家看演唱会可能注意到的这个角度不太好 为什么以前我们聊很多的舞台,聊很多的歌的部分 那可能是在一般的这种演出上面 或者是说出了一些CD叠的时候 可是看演唱会的时候是不能这样看的 因为如果这样看的话 你会失去掉看演唱会的一个乐趣 以及演唱会本身给你带来的这个意义 首先你应该了解到 如果蔡徐坤 她是认真的对待这次演唱会的话 她的舞台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她如果出了一首新歌的话 一定是她精心准备的 大家看她以前的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一个MV明明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明明没必要用那么大的一个制作 可是她为了她的作品能够完美的展现给大家 她愿意花那个钱 如果你站在一个生意的角度 那就极度不划算的 因为她的那个MV的钱是肯定赚不回来的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 那你QQ那个下载音乐你能赚回来 那也不需要拍那样的MV 她音乐一样能赚那些钱 但是她为什么那么做呢 因为她的脑子里面就是我要把整个艺术的作品 表现到最好 然后展现给大家 她对舞台的要求大家也能看得到 一个舞能排那么长时间 当在团队的时候一个人一个人 她这样子来排练 你就知道她这种态度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舞台怎么样 欣赏就好 她一定用她最大的心力去做 我常常跟很多人说 我说 其实大家真的是应该去学学蔡雪坤 以前做作品的那种态度 因为她的这种态度 从一个生意人的角度 你觉得她可能没有赚到钱 但是她赚到一个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赚到什么 赚到了心 她让别人看到我对待作品是什么样的态度 那个作品就像她的孩子 就像她的爱人一样 我愿意为她付出 我所愿意付出的东西 并且这些东西会让她生活的更好 能够让她更加茁壮的成长 这就是她对待她的作品的一个态度 所以这是演唱会的舞台 以及她发表新歌 那大家就去看就好 这个东西不需要用言语来讲 那另外呢 我想说为什么演唱会 大家注意的角度错了呢 演唱会是什么呀 演唱会不是任何人都能开的 你必须要有极强的影响力 并且也要有极度多的作品 而且这些作品要耳熟能详 不能大家在这边看你唱你的 我看我的 我完全不知道她唱什么 不行 这些歌曲必须多到 那么多粉丝都能跟她一起唱 这才能开演唱会 所以你要知道蔡徐坤走到这个高度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演唱会 其实一个艺人 如果你站在 我们再来说生意 你站在生意的角度 他其实没有商演赚得多 商演你走两个场子 基本上一场演唱会就赚回来了 而且演唱会你要花那么长时间去排练 去设计 并且要把整个演唱会 为了表现的最好的时候 你要搭配到那么多一线的人 去跟你合作 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看最近 最近在香港 黎明开了九场演唱会 场场爆满 为什么呢 很多人会觉得说 黎明是不是前两年 已经走下坡路了 已经不行了嘛 为什么开演唱会又场场爆满 那是因为他在青春时期 做的那些事情 变成了一代人的回忆 变成一代人的记忆 所以当他开演唱会的时候 所有的人 你平时感觉到好像都不关注了 立刻就会回来的 像以前周杰伦也是 人家不是说 你怎么唱话上没有人聊你吗 你怎么可能演唱会票那么难买呢 为什么那么难买 他构筑了一代人的回忆 构筑了一代人青春的记忆 而蔡曲坤现在开的这个演唱会在干嘛呢 他开的这个演唱会 其实是正在建筑你青春时期的记忆 这个时候你要好好地享受他 你要关注到你的生活 你要关注到 我是和哪个朋友一起来看这个演唱会的 我们在这个演唱会上 当他唱到哪首歌曲的时候 我们很开心跟他一起来合唱 他的哪一次舞台的表演 惊艳到我们 让我们特别特别的享受 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温暖 所有人都抱在了一起 这个是你看演唱会应该记住的那些东西 当你过了若干年以后 过了十年以后 也许蔡曲坤没有今天这么火了 可是当他一出来开演唱会的时候 你又想到了 原来在十年前 我曾经和某某某 我们一起来看这样子的演唱会 曾经在北京的这个演唱会 竟然是如此的让人震撼 但是可惜现在南京的演唱会有点延期 疫情延期 因为疫情延期 你经历的种种生活 都跟这个演唱会有关 而这个演唱会表达的这些东西 跟你的青春有关 你的青春的东西 跟你的记忆有关 你记忆的东西 将会在你未来的生活里面 给你带来最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老人 当他回忆起青年时期的时候 他总是会说 我以前干过什么样的事情 我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青春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回头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握 我们愿意为他去付出时间的 那个片刻 那个阶段 我们做到了 我们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 做完 他一定会变成 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想看 蔡雪坤演唱会的好朋友 我很可惜 我很想看南京的演唱会 但现在延期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 我真的很希望能和大家在一起 我们能建筑一个美好的回忆 也许在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们互相不认识 但是我们共同都去了那个演唱会 对不对 我们共同都有过曾经的一次的体验 和记忆的时候 那是我们最美好的约会 我们 errand说这些情景 Rossi的拍拳 我们在一起聊天后 我们现在就能够